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网视频 我是陈奕隆 《大文豪沙士比亚》有句名言 整个世界都是一座舞台 所有上场的男男女女 不过是演员 有舞台 有演员 当然不少得有剧本 讲到政客的剧本 虽然有些千篇一律 但在一个民粹时代 最重要是煽动到观众的情绪 观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话说美媒星期五披露了 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 向竞选机构发送的备忘录 建议该党候选人 以积极攻击中国来回应疫情 可以这么说 美国没错是有座自由女神 但要听党指挥的共和党人 有没有自由意志 你说呢 说真的 天下奸打着中国威胁论 这张牌的政客多不升数 搞到白纸黑字写到明去remind党员的 就不是那么多了 与其说一种备忘不如说说白一点 是一种指示路线光临 要党员持续发表反华讯息 这份据说是由共和党资深战略师 撰写的备忘录 内容包括了一项共和党人温馨提示 可以将民主党的候选人对手 讲成是和中国政府有联系的 而对于在美国爆到九彩的新冠肺炎疫情 就连应该怎么回应的例句也有给你 如果被问到病毒在美国大爆发 是不是总统特朗普的错 就要将锅射下去给中国作为回应 指责中国掩饰疫情真相 令病毒蔓延 继而带出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软弱 只有共和党推动的制裁措施 才可以惩罚令疫情扩散的国家 为了估计美籍华人的选票 备忘录也不忘教路 叫党员要强调回 隐瞒和防暴病毒危险性是中国的过错 没有人乖责美籍华人 只是差尽未说完 如果有人问到共和党有什么政绩 就回答他不断找中国麻烦 当然政客是不会做任何无益于自己政治前途的事 私下做了那些足以发酷成为政治丑闻的令计 毕竟今年11月就是美国总统选举 据报道特朗普的顾问认为 民调显示集中攻击中国有效果 共和党已经计划 将中国成为今年总统选举的核心议题 虽然做好抗疫工作 再用这个成绩当做政绩 对美国民众来说 会是更加有意义 但政客做事 有多可真是以国人利益为优先 美国目前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直逼一百万大关 死亡人数不少于五万四千人 更加试过单日死亡人数 高达二千三千人 比起911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特朗普政府好不好意思 将责任推得就推呢 如果归咎是别国隐瞒 其他被指是防疫工作做得好的地区 难道是活在平衡宇宙呢 得到了大量的疫情通报 明白的 特朗普是生意人出身 最本事的是搞经济 疫情未大流行之前 美股升到八把声 华府和华尔街大把好世界 现在一场世纪疫症 经济牌就打不响了 特朗普想搞服公镇经济吗 又被人批评 经济更重要过人命 除了反华牌之外 他都没有牌可以打 正如台湾蔡英文 去年年头民调显示他民望插水 支持他连任的市民只得一成半 认为他上任以来一事无成 谁知选前炒作香港反修例风波 大打一国两制失败牌 营造大陆正在步步进逼紧的气氛 选民敬拜这个善情气马 结果政治前途起死回生 同类型的剧本 现在特朗普再温一次 只不过是抠准了这个世界 群众当中看客多 但是专业的影评人太少 各位对于特朗普政府 政绩寥寥可数 只能够打反华牌来助选 有什么看法呢 是like 搞错 还是食花生 投票表达你的看法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看